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了 颁给来自英国和土耳其三位美国籍的经济学教授 他们长期研究显示国家是否繁荣跟政治制度是最有关系 开放民主的政治制度比较能够导致经济繁荣 而民主牵涉到愿意共享利润是延续繁荣的关键 他们的长期研究分析出欧洲右派崛起 美国大选各项严重的对立 甚至现在AI发展压缩劳工工作机会 都是对民主制度的压力测试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美国学者 阿希莫格鲁、强森与罗宾森共同获奖 他们的长期研究显示国家是否繁荣 与政治制度最为有关 法治评级、制度剥削国民的地区 无法长期繁盛富裕 回应近年欧洲右派与反移民崛起 国际间占获与独裁政权增加 仍在雅典参加会议的得奖者之一 土耳其裔美籍教授阿希莫格鲁 认为全球民主制度正面临不信任危机 诺贝尔奖委员们也肯定阿希莫格鲁 与另一位得奖者罗宾逊 2012年合著的畅销书 国家为何衰退 革命谈何容易 但创造性破坏与社会包容度 正是三位得奖学者研究中所坚持的 民主制度关键优势 他们并提出北韩、苏联为例 认为国家间的贫富差异 政治体制因素大过自然或文化条件 例如经济层快速增长的苏联 因为独裁体制的各种问题 繁荣无法持久中置瓦解 这个崩子的夸冲冲 有些强烈的影响 所以这种反应在中国的影响 也会影响其他国家 但是南韩国的东西 也会在其中一个瘦 并成为了一个很少人的 和很少人的 很多人在南韩国的东西 经历了很多年 南韩和南韩 按照最好的资料我们有 在相互之间 之前是相互之间的 和在社会中间的 和在其中间的一种 更多的十分比较高 韩战前在同一个起跑线的南北韩 如今社会现况与经济表现天差地别 是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研究中 最好的对比范例之一 另一个例子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与墨西哥索诺拉州 各有一个同名的诺加里士 隔着美墨边境紧邻 同文同种与同样自然条件 墨西哥的诺加里士不仅较穷 帮派犯罪与政治贪腐也难根除 交民主的美国诺加里 居民们相对富裕 寿命较长 完成高中学业的人口比例更多 革命与民主化不一定非得流血 但独裁必然不会渐入家境 有史为正盛事也难长久 这是三位经济学家的结论 但他们也提醒资本主义优先的各国 在AI飞速发展推进自动化生产的此时 劳工阶级的生活品质被挤压 三人也同意眼前的美国大选更是美国民主制度的重要压力测试 我们一起玩 我们都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TVBS新闻综合报导